金门金沙镇填补海岸 21号上午发现一只死亡鲸豚 水事所确认为成年的宽脊陆脊属海豚 死亡原因不明 有待进一步检验厘清 21号上午金门岸巡富国墩安检所巡查海滩时 在填浦岸记发现了这只死亡鲸豚 水事所派员确认为宽脊陆脊属海豚 长138公分 宽36公分 研判为海豚成年体 死亡个体外观浮肿皮肤脱落 无特别的外伤 又胸起前端缺磕 死亡原因不明 吸回冰唇等待后续采样检验 21日的上午实施许 本队赴国墩安检所在金沙镇西北方的填浦案记 发现一只死亡鲸豚 随时实现场的一个封锁 并通报金门县政府水产实验所等相关单位到现场协处 这个事件已经是今年度金门地区 第18期的金屯不限割寝的一个死亡案件 经水展试验所判定 金屯种类为宽脊陆脊属海豚 长138公分 宽36公分 是一只成年的海豚 外观状况腹肿皮肤脱落 没有明显的一个外伤 右胸臍前端有缺角 死亡的原因目前不明 后续由水产实验所的人员带回冰唇 后续将采样实施检验 海巡署呼吁 若民众遇到金屯搁浅或死亡 可以拨打118免费报案专线 海巡署将在第一时间前往救援或者是处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